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俄乌战情 乌克兰军队现在气势比俄军好很多 他从俄军手中夺回了东北部的城镇 基辅西边的伊尔平市也已经收复了 在画面上会看到蛮心酸的 基尔平市的百姓在地下室躲了好几个星期 第一次重见天日 在基辅外面确实情报显示俄军开始撤离 有可能改变策略 美国认为这叫深东及西 因为俄军不是要班师回朝 而是集中火力转到东部顿巴斯区 美国总统拜登就是抱着这样怀疑的态度 来看英国透露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派驻在乔治亚的1200名士兵 开始转进乌克兰 所以俄军还是在增兵 或者也是俄军在前线的损失越来越惨重 乌克兰陆续夺回遭俄军占领的北部城镇 基辅西部的伊尔平市收复后 记者再次进入采访 原本繁荣的城市 大半都被摧毁 躲在地下室好几个星期的居民 终于可以重见天日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队也重新进驻伊尔平 不过记者采访的同时 还是得严防俄军零星的炮弹攻击 伊尔平市长也带队进行搜索 要揪出两名变装藏匿的俄军 基辅东北部地区是开战后 首先遭攻击的目标 当地的乌克兰军在第一个星期就痛击俄军 被摧毁的俄军坦克车上标记着英文字母O 代表这是由白俄罗斯进入的军队 与俄军交手过的乌克兰战士 感受到俄军的训练和士气都很糟糕 目前在基辅外的部分俄军开始撤离 美国情报显示俄军是要转移阵地 集中火力攻击东部的顿巴斯区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抱持谨慎态度 怀疑这是深冬及西的伎俩 乌克兰遭围城的南部城市马里乌坡尔 目前还有十万居民受困 俄军阻断物资进入 还没收了14顿的人道物资 稍早在德法两国的斡旋下 俄罗斯同意开放人道走廊 不过时间还未公布 乌俄战士进入第二个月 北约组织的将领观察俄军行动 发现俄军没有统一的前线指挥将领 所有的命令都来自克林姆林宫 海陆空三军更是缺乏横向协调 攻势不同步 因此俄国高阶将领还得倾覆前线 解决战术矛盾的问题 七名将军因此阵亡 乌克兰军的气势震盛 总统泽伦斯基却选在此时 开除了两名安全和国防高阶将领 因为他们不支持自己的国家 不过泽伦斯基没有详述开除的室友 英国国防部公布最新讯息 俄罗斯正调派驻守在乔治亚的 1200名士兵进入乌克兰 由此可研判俄罗斯的前线损失 十分惨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